我们又要谋害你,你想怎样,就这样吧! 周西汉昂着头,愤怒地盯着张国焘说道, 1932年9月的一天,周西汉在红军队伍行军途中给张国焘找了一处宽敞的大院子, 希望张国焘能休息得舒服一些,可张国焘却早有预谋地对周西汉说道, 你给我找的房子孤零零的,最容易受到敌军轰炸,说,你是不是想谋害我? 面对张国焘毫不讲理的心事问罪,周西汉感到十分愤怒, 昂着头说,你想怎样,就怎样吧! 张国焘脸上浮现出一抹得意的神色,随即下达了处决周西汉的命令, 接着周西汉被绑到河边,在即将被冤杀的危机时刻,被徐向前救了下来。 徐向前是周西汉此生最大的贵人,救过周西汉不止一次, 张国焘曾两次给周西汉定罪,还下令灌周西汉辣椒水。 除此之外,周西汉还被逐出过红军队伍, 每一次遭难,周西汉都是在徐向前相帮相救的情况下,才渡过难关。 晚年,周西汉曾感激地说道, 每一次遭难,都是徐帅救了我的命,是他给了我继续为党,为人民工作的机会。 周西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,在革命时期建国之后,他都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 周西汉是一名信念坚定,作战勇敢的红军战士, 他为了能够回到红军队伍干革命,在新婚之夜逃离了家, 甚至没掀开妻子的红盖头看一眼。 徐向前正是因为了解周西汉,知道他是一名好战士,才一次次地相帮相救。 那么张国焘为什么偏要跟周西汉过不去呢? 徐向前又是怎么一次次地帮助周西汉渡过难关的呢? 本期视频馆长带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事,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点下关注, 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,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。 1935年4月,周西汉结识了年轻漂亮的杜鹃姑娘。 杜鹃是四川人,性格豪爽,还有点泼辣。 那时周西汉担任第九军作战科科长, 为侧引中央红军长征,周西汉锁在部队,准备强渡嘉陵江、浮江。 渡江需要船,为了找到足够多的船,周西汉在发高烧病情严重的情况下, 仍然深入当地动员船工支援,一连多日都没怎么休息。 一天,在浮江边上,周西汉生病的身体终于是扛不住了, 在赶路时昏了过去,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,眼前站着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, 周西汉有些错愕地坐了起来,发现自己身在一条船上, 这条船就是眼前的姑娘的。 周西汉心中想着任务,刚准备开口问姑娘借船, 就听见姑娘说,我听说,红军队伍里有女兵是不是呀? 姑娘一眼就看出了周西汉是红军,凑近好奇地问道。 周西汉说,有,的确有,红军队伍中的女兵都是穷人家的孩子, 连死都不怕的。 听到这里,姑娘兴奋地跳了起来,说,我要跟你去当红军, 你们要不要? 啊? 周西汉有些惊讶,没想到姑娘会这么说, 糊里糊涂地答应了,说,要,怎么不要? 那天,周西汉和那位姑娘聊了很久, 得知姑娘叫杜鹃,是四川人,周西汉开玩笑道, 怪不得一股子辣味。 周西汉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, 他开口向杜鹃借船, 没成想,杜鹃竟然用船威胁起了周西汉。 你得带上我,我才会把船借给你,不然别想。 周西汉考虑道,打仗是男人的事情,不能让女子上前线,便拒绝了他。 杜鹃有些生气了,说,不让我打仗,我家的船就不给你用。 周西汉没有勉强,说,你家的船,我不用了。 听见周西汉这么说,杜鹃不敢再强求,连忙让不倒。 别不用啊,我说着玩的,船给你们红军用。 杜鹃很想加入红军,为红军做贡献。 几天后,红军队伍开始渡江的时候,杜鹃偷偷上了第一梯队的船。 周西汉看到杜鹃的身影后,心中一阵惊慌,连忙上了第二梯队的船去追赶。 在周西汉踏上对岸土地时,突击营长匆匆跑到周西汉跟前,面色沉重地将周西汉带到了杜鹃所在的那条船上。 杜鹃看见周西汉时,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,胸前有一片鲜红的血,他安静地在微笑,在笑容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 周西汉觉得心中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消逝,不知不觉间已流下了两行热泪。 在此后,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周西汉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杜鹃的笑脸,还有他胸前那片鲜红的血。 杜鹃的死让周西汉想起了那个曾与他结过婚,却不知道模样的妻子。 1928年周西汉加入了红军,1931年3月周西汉被赶出了红军。 那年张国焘等人成立了中共鳄鱼碗中央分局,开始了党内大清洗。 一天,周西汉被带到了保卫局办公室,工作人员对他说, 有人揭发,你是个混进红军队伍中的妇农,究竟是怎么回事? 妇农?我不是妇农啊! 周西汉激动地解释道,我家是贫农,电农,穷的不能再穷了,怎么可能会是妇农呢? 周西汉没有说谎,可是没有人相信他。 一个月后,周西汉被赶出了红军队伍,他的枪、军服、所有东西都被迫上缴。 离开红军队伍时,只有一身便衣,还有一张鹿条。 鹿条上的内容十分刺眼,周西汉系富农出身,开除回乡生产,沿途放行。 周西汉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,饱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,他无比渴望能够回到红军队伍中,为人民战斗。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回到红军队伍,周西汉决定回老家湖北麻城开具贫农证明。 可开具证明需要几个月的时间,周西汉的父亲周奇耀为了留住自己的儿子,不让他参加红军,连忙给周西汉找了个对象。 周西汉家里三代单传,周奇耀做梦,都希望儿子能够乖乖待在家里,结婚生子。 他本以为可以用婚姻的手段约束周西汉,可没想到周西汉竟然在新婚当晚就逃离了家,带着贫农证明回到了红军队伍。 甚至周西汉都没有揭开红盖头,看自己的妻子一眼,他只知道自己的妻子姓郑,不知道名字。 每每回想起他,周西汉只能叫他周正式。周西汉为此感到愧疚,但从来不曾后悔,因为在他心中,国家远比小家更为重要。 周西汉带着贫农证明回到红军队伍后,被安排在火房帮厨,虽然周西汉对此感到很不满,但他没有抱怨,每天都尽心尽职地做着自己的工作,希望能够得到上战场打仗的机会。 可无论周西汉有多么勤奋努力,始终都没人带他离开火房,这让周西汉逐渐感到绝望,生怕一辈子都将被困在火房,无法上阵杀敌。 关键时刻,徐向前帮了周西汉一把。周西汉曾跟着徐向前工作过一段时间,徐向前对这名年轻勇敢的战士印象深刻。 一天,徐向前肚子饿了,去火房问道,还有没有锅巴,给我来一点。 当时,周西汉正在低头打扫火房的卫生,他听见徐向前熟悉的声音后,连忙抬头看向自己的老上级。 是你?徐向前一眼就认出了周西汉,有些惊讶地问道,你怎么在火房?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?你的军装呢? 听见老上级的三连问,周西汉心头一阵酸楚,红着眼睛将自己被赶出军队的经历说了一遍。 说完,周西汉拿出贫农证明,攥着拳头道,我根本就不是富农,我是贫农。 我费尽周折拿到了贫农证明,回到了部队,可他们却把我安排在了火房,岂有此理。 徐向前听完周西汉的经历,感到十分愤怒。 他拿过周西汉的贫农证明看了看,确定周西汉没有说谎之后,直接去找了一趟张国涛,当面质问道,周西汉怎么会是一个负农分子呢? 他跟着我工作时很积极,没有任何问题,你们为什么要针对他? 接着,徐向前回到火房,对周西汉说,跟我走,以后你就是我的书记员了。 周西汉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,徐向前走在前面,带着他从黑暗走向了光明。 那一刻,徐向前显得格外伟岸,也是从那一刻起,徐向前成为了周西汉心中最信赖、最感激的人。 很快一年时间过去了,蒋介石率国民党大军,于1932年对俄与晚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。 当时,张国焘因为打赢了几次战役,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不堪一击,于是下达了一个错误的命令,强行进攻麻城。 当时,战士们接连打了多场战斗,疲惫不堪。 可是张国焘根本不给战士们修整的时间,这导致部队不仅没把麻城打下来,甚至根据地腹地也在敌人的围剿下陷入了危机。 在这种情况下,周西汉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,说, 很显然,周西汉对张国焘的错误指挥感到很不满,但他并没有什么其他意思,只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情绪而已。 可没想到,竟然有人将周西汉说的这些话,偷偷向张国焘告了命。 张国焘得知后,顿时大弄,拍着桌子喊道, 就这样,周西汉被张国焘扣了个反革命的罪名,被绑了起来,周西汉又气又恼,刚说了一句,我不是反革命,一碗辣椒水就关进了他的嘴里,周西汉咳嗽不止,瞬间满脸通红,十分痛苦。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,快给我放人,危机关头,徐向前走了进来,将周西汉救了出来,离开时,周西汉已经走不动路了,徐向前十分心疼,跑过去找了一趟张国焘,用自己党性原则为周西汉做了担保。 灌辣椒水是十分残忍的刑罚,张国焘下达灌州西汉辣椒水的命令,可见他是真的动怒了,并没有打算善罢甘休。 不久之后,红军队伍在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下,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,张国焘很清楚,如今队伍的失利都是由他造成的,但是张国焘不敢承认,也十分害怕别人说破这一点。 很快,张国焘就对周西汉动了杀心,原因是周西汉曾经说他瞎指挥。 行军途中,周西汉为了能让张国焘休息得舒服一些,特意为他找了一个大院子,没成想,张国焘竟然借机发难,质问道, 你给我找的房子孤零零的,最容易受到敌军轰炸,说,你是不是想谋害我? 这已经不是张国焘第一次针对周西汉了,周西汉十分愤怒地说道, 我没有要谋害你,你想怎样就怎样吧?张国焘扬了上下巴,得意地下达命令道, 处决,马上!就这样,周西汉被人绑着,压到了河边,一把枪顶住了周西汉的脑袋, 不过周西汉并不畏惧,用全部力气喊道,共产党忘塞!周西汉命不该绝, 他这嗓子喊来了徐向前,徐向前又救了周西汉一次,并且这次救了周西汉的命, 或许这就是天意吧,周西汉一生都在为国家,为人民奋斗, 他为了干革命,舍弃了婚姻,舍弃了自己的小家, 晚年周西汉时常回忆起杜军,回忆起周正事,往事随风消散, 周西汉的革命之志留了下来,他的精神将永世长存, 伴随中国走向更辉煌,更强盛!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,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,不要忘了关注转发,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再见! 谢谢!